哈囉大家好我是Guy1 很久沒有做影片來回覆我可愛的網友們啦 那今天特別挑選出了一些比較靠北邊的留言來分享給大家 那真的是看得我好氣又好笑 我們一個一個來吧 恕我直言這是一個毫無價值的比賽 你練了幾個月和一個老格鬥專家打這有何意義 證明了什麼 你說這是一場毫無價值的比賽 如果你是指技術方面的話 那可能真的沒有太多值得參考的地方 但是我認為這個影片它的價值在於 台灣非常多的觀眾認識了格鬥這個專項 當然也讓非常多人對於格鬥產生了興趣 達到了推廣的效果 這對於格鬥在台灣的風氣是個好現象 當然也有一些人看完覺得勵志得到了正真強 另外你問我證明了什麼 證明了想學好一件事情是需要花長時間的努力來學習 但就算時間迫在眉睫也不要放棄學習 臨陣摸槍不亮眼光 默契好的一場打架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來了 再說體重身高都不對稱 四肢發達的人動作都是特別慢的 倒下的聲音也特別大聲 OK首先這是一場格鬥體驗 並不是一場真正的比賽 明眼人應該一眼就看得出來了 而且我影片裡面也有說 就算你看不出來也應該聽得出來 四肢發達人動作都特別慢 這邏輯我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吐槽 四肢發達人動作都特別慢 所以你邏輯強的人數學都考不好 語言強的人都不太會溝通 長得帥的 交不到女朋友 玩笑話玩笑話 Henry 我知道你的意思大概是說 肌肉大塊的人感覺都比較笨重 是吧 首先很多人對於專項的觀念還是非常的薄弱 不過很常會聽到練壯的人重看不重用 我們都知道如果練跑步的人 他的主要訓練項目是什麼 跑步 而練游泳的人他主要訓練項目是什麼 游泳 那練健美的人他主要訓練項目是什麼 肌肥大 然後很多人一定要把健美跟其他運動的專項都在一塊 說什麼只有練大的人一生死肌肉啊 不靈活啊 游不遠跑不快 但重點不是你練的多壯 而是你有沒有去做這些敏捷類型的訓練專項 也是有很多健美身材有在訓練其他運動專項的人 游超遠跑超快跳超高超級靈活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兩個相同的人肌肉多脂肪少的那位 身體素質肯定要比脂肪多肌肉少的要來的高上許多 回家吃奶去吧 沙雕玩意 蓋衣給你一個蓋帽 我為了看懂這則留言 特別上網去查了一下 那沙雕是指 傻屌形容無腦愚蠢的意思 那蓋帽指的就是籃球裡面的蓋火鍋 我幫大家整理一下這句話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 回家吃奶去吧 愚蠢玩意 蓋衣給你一個火鍋 當我在想要回他什麼的時候 我打開下面留言 我發現已經有人幫我回了 謝謝流量 在不想殺人的情況下 根本打不贏 這個是獵人裡面 傑諾奏迪克對團長說過的話 如果非戰鬥不可的話 我跟你們哪一個人會贏 十之八九當然是我贏的 不過如果你想殺死我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 幹嘛戴套 因為不戴 會出事 真正的黑道要幹掉你 還要用拳擊嗎 不要再替這拳館打廣告了 拳擊格鬥是一種積極運動 訓練你的反應 強健你的內心 提升你的身體素質 但你的反應變得更快 身心變得更加堅強 自然能夠更好地應付生活中的各種危險 更快速地對於突發狀況做出反應 如果真的有人要幹掉你 你是當一個待宰高揚呢 還是隨機應變應付眼前的危機 別說黑道了 遇到罪漢挑釁你要怎麼處理 或是朋友被纏上了你要怎麼把傷害降到最低 就你的朋友離開現場 另外這一集呢 我看到很多用動物來比喻我跟關上的留言 我分享給大家一下 猴子打大象 猴子挑戰黑金剛 老鷹抓小雞 大雄欺負小猴 獅子薄兔 黃金獵犬站在藏牢旁邊 螞蟻打大象 我竟然被說是螞蟻 迅猛龍對小雞 小奶狗對戰大灰熊 爺爺打孫子 爺爺打孫子到底是什麼概念 除了動物系列 另外還有動畫系列 像是 勇者鬥二龍 Ironman打Denos 冰村VS伊布 達爾VS布羅利 我只能說網友真的很有才 只有健身後果 沒協調性 肌肉大沒靈活度 來 我播放一個片段給你看 好卡 誒誒誒 誒誒 誒誒誒 誒誒誒 誒誒誒誒誒 雖然稱鼓上是非常靈活 但相較之下 身體素質還是比一般沒健身的人要來的好 不過我也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加強協調性的靈活度 在平時的訓練當中 確實是要多加一些功能性訓練 有一位網友稱讚我說 健身肌肉量大了 遇到自身體重的挑戰都不太行 蓋衣真的算很猛了 正當我開心的時候 我看到下面一個留言 那一位瘋鈴鈴朋友說 當然 因為他的肌肉一點也不猛 你看 告訴大家 我這個肌肉 不猛嗎 網友又說了 我看你還是在多練練 好啦 我也是這麼想 我會努力在練練 一群用滿力的 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的大汗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四肢發達人都會被冠上頭腦簡單 這確實有可能同時存在 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是隱無關係 那四肢不發達的人 說不定頭腦更簡單啊 這很吃個體差異 我舉個例子 賽場上的運動員哪個不是四肢發達 但是他們的頭腦都簡單啊 很多競賽都是需要非常聰明的大腦 來奠定策略 進攻套路 七題等等的贏得比賽 台灣很多練很壯 結果不能用 哈哈哈哈 好可憐 其實我滿好奇的 你要用什麼 可以請你說的具體一點 魚安你覺得他是要用什麼 好不好用 我是覺得可以請大家看一下 天感那一集的影片 嘿你不要再這樣講 等一下風鈴鈴也要在下面留言 當然因為他的肌肉 以前都不猛 呵呵 只有我覺得這種身形很醜嗎 有些人喜歡啤酒度 有些人喜歡六塊雞 有些人喜歡歐巴 有些人喜歡雞肉男 那審美觀就很主觀 你自己喜歡就好 不過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 為什麼好萊塢 一個重視美感的 在娛樂界電影圈 所找的男演員 通常都是肌肉男 至少也都是有在重訓雕塑體態的 蓋伊真的好猥瑣 我認為猥瑣呢 是非常主觀的 我猥瑣馬鈺案 我覺得這部分 可以再多練練吧 我猥瑣馬鈺 稍微 稍微 我年輕時伏地挺身 可以一次就做一千多下 做到很無聊 根本有氧運動 至於像你們這種 分次做的引體向上 一百個太輕鬆了 我每天都做一百個以上 你知道嗎 我年輕的時候 回轉壽司一次都是吃一百盤以上 吃到很無聊 根本不會懂 沒有啦 跟他講 跟他講 欸 福利挺身一次做一千下以上 很厲害欸 我分次 我都不知道要做基柱了 這是高手 這是高手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整理出來一些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留言 分享給大家 雖然有些真的有點 靠北邊 但其實也都蠻可愛的 謝謝大家的留言 支持的我會很開心 批判的我也會反思 總之大家的留言 該我都會非常認真地看過 所以盡量留言給我 我是記得 該記得訂閱我 IG也追蹤一下 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唉 懶叫 有我大嗎 欸我仔細看 這個人的ID叫做 很大件 不敢不敢 你大你大